滑江橋上高速行駛 突然有異物飛了出來 後方騎士來不及反應 當場向左摔了出去 放慢動作看仔細 這個天外飛來的竟然是安全帽 前方雙載騎士安全帽沒扣好 再加上風大被吹了起來向後飛 後方女騎士閃避不及 碾壓過安全帽後 重心不穩摔車 360度大翻滾摔到汽車道 差一點被後方汽車碾過 相當驚險 騎車上就要扣起來 對一定會扣的 當然要扣好 最安全 得倒了就馬上飛掉 幸好當時汽車道上 沒有其他車輛經過 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部分的小部分的駕駛人 他沒有規定做一個緊扣 那這個部分 我們依然是會做一個取締的 路上民眾大多乖乖戴著安全帽 但也有一些騎士便移形式 沒有扣上扣環 其實等於沒戴 沒扣扣環或是戴成公權帽 就視同沒戴 通通得吃上500元罰單 更要注意的是 一般路邊販賣的安全帽 也不一定符合規定 帽子後方要有這樣的銀色貼紙 認證合格標章才安全 保護騎士的安全帽 如果使用不當 反而成了傷害其他騎士的可怕雄器 記者旅遊商溫斯汗台北 曾報道